台湾 对不起 新网告一口气推三支 民进党偏偏高雄这支一开头 就要高雄人跟台湾对不起 写满一连串暗讽高雄人票投韩国瑜 但这硬要人道歉的做法 时间拉回四个月前 似乎似曾相似 我们应该跟有一个人 说一声很抱歉 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看到这个会不会很伤心啊 今天8月蔡英文台中 辣台派开奖出场几分钟 讲没几句 嫌要台中人向败选的林佳龙道歉 通通都是选民的错 高雄落败了 他不去反省 为什么高雄人把票投给了别人 倒过来去质疑 去羞辱 去消费选民 说你们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这个是多么傲慢 多么可怕 多么反民主的心态 民进党应该道歉吧 蔡英文应该道歉吧 人民的口袋变薄啦 人民变苦啦 人民变穷啦 最该道歉的人叫蔡英文 千错万错是别人 道歉的永远不是自己 回顾2016年1月16日 拿下600多万张选民期待时 当选之夜 蔡总统才这么说 我当总统的一天 我会努力 让我的国民 没有一个人 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道歉 民主进步党 还真正有民主这两个字吗 原民才是民主制度的 真正的当家主人 自己选输了 是应该跟选民道歉 怎么会叫选民说 你来跟我道歉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越来越专着 认同别人不允许 自己当总统 却很可以 兰一怒轰 执政三年半 民进党没自我检讨 犯活在平行时空 到底谁才该道歉 经过民进党 这番道歉神逻辑 恐怕选民心中早有定见 记得陈奕轩 李奕轩 台北报道